我不看山东泰山的输赢 我只是来看看有没有惊喜 各位球迷朋友 今天晚上我熬夜看山东泰山与韩国大秋的比赛 确确实实 我不是来看山东泰山赢球的 我的目的很单纯 我就是来看一看有没有惊喜 因为两个队实力差距太大 山东泰山输球 这几乎是必然的肯定的 正如山东泰山的主教练 于元伟昨天说的 如果能够在比赛中 再让我们打进一球 那就实现了泰山队的最大的愿望 而且我要告诉我们各位朋友 今天的比赛对韩国大秋来说 意义一点都不大 为什么 因为根据比赛的规则 小组赛当中 各队与小组最后一名的比赛成绩 最后将不被计算在内 比较悲催的是山东泰山 肯定是本小组的最后一名 所以上半场 韩国大秋早早的取得了两个进球 锁定胜局 胜了就可以了 胜两个球跟胜二十个球同样的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韩国大秋取得了两个进球之后 换下了巴西的外援 和他们自己本队的几个阻力 让其他的退步队员能换上场 韩国大秋踢的不紧不慢 始终控制着比赛的节奏 进球的欲望看得出来 已经大大的降低 那么这本来应该是山东泰山取得进球的最好的机会 可是啊 尽管山东泰山制造了几次破门的良机 终究因为技不如人啊 功亏一篑 无法打进 反倒是韩国大秋完全放松的踢球 踢着踢着 居然随随便便又进了两个球 从而第二次击败了山东泰山 取得一场4比0的大胜 这场比赛 山东泰山没有能够制造惊喜 但是确确实实 让这些九苏战争的小将 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 这就是这场比赛的全部意义